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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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又是我Doris 之前又教大家不同的夾公仔技巧 我們這次就嘗試運用不同的技巧 來夾這隻小白熊 好 今次這隻小白熊 我會選一個比較近窗位的公仔 來夾 會用甩爪和耳修的技巧 之前有說過 甩爪不要在公仔正常方 要在後少少的位置 我們設好位置後 入出再甩爪 這樣就成功了 我們現在接下來就去下一部機器試試 接下來我們就試試這隻米奇 因為這隻米奇比較大隻的關係 而且它也比較重 所以我們可能運用的技巧有少少不同 我們現在一起來試試 如果公仔不是比較近窗口的話 我們也會用甩爪的技巧 讓它拉到近窗口的位置 而且如果做一個斜甩的話 會比較大些幅度 公仔動的幅度也會比較大些 而且剛才剛才那一刻 其實我夾給了它的腳 那一刻其實是一個滅的技巧 捏住它之後就撐起公仔 將它拉近窗口 適用於一些有手有腳 還有比較重的公仔 然後我們來一個甩爪的技巧 來拌一下 這樣就成功夾起了石米奇的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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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